大家好,我是喜欢说真话的Tiger 说到芯片领域 近年来,研发科正迅速成为智能手机芯片组市场中 更有影响力的参与者 这家以前被视为二流的电子公司 去年的处理器销量甚至超过了高通 研发科还在继续推出 具有不断改进的规格的移动CPU 并且延伸到天机9000 该芯片组采用4nm机生产工艺制造 使其成为迄今为止速度最快 效率最高的芯片组之一 该芯片组于去年年底推出 既OPPO Find X5 Pro天机版 首发联发科最新5G旗剪机芯片天机9000之后 搭载该芯片的红米K50 Pro 也已经在中国开始消烧 在未来几个月内 还将出现在OnePlus、小米、Revo、荣耀等手机中 经过多平台初步测评测试结果表明 联发科天机9000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芯片 在处理能力方面并不逊色 甚至可能超过骁龙8-1 近日有传闻称 三星电子也有意推出与天机9000相关的产品 作为全球销量最高的手机厂商 三星旗舰即Galaxy S和Z Fold Flip份额其实并不高 主要就是靠A系列充销量 如果三星A系列能够选择联发科 那么联发科的市场份额 很可能与高通拉开差距 根据中国社交媒体网络微博上 推销员XFET所说 旗舰联发科Demensity 9000处理器 可能会出现在Galaxy S20 FE 或Galaxy A53 Pro其中一款机型中 之前三星手机大多搭载 高通骁龙或字眼Exynos处理器 可知几年Exynos表现不佳 即便新款旗舰芯片Exynos 2200 得到了AMD的加持 最终还是被三星放弃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Exynos本来就受到了许多限制 性能功耗表现也一般 估计三星自己都有点心烦了 另外根据此前外媒的报道指出 三星今年将推出的64款智能手机与平板 其中联发科将成为近年 三星智能手机平板芯片的第三大供应商 并将负责供应三星14款机型的手机芯片 如果三星Galaxy S20 FE 真的采用天玑9000芯片 则是联发科首度打入 三星高端S系列智能手机供应链 有望为联发科营运增添强劲动能 意见认为 三星除了旗舰机种 势必要推出更有竞争力的中高阶机种 才有机会往会不断下滑的全球销售占比 而Galaxy S20 FE很可能将成为三星提升销量的一大利器 联发科天玑9000可以说是各界关注的新秀晶片 日前 爆料科S Universe曾秀出跑分成绩 在Geekbench平台 出现单核心1309 多核心4546 足以击败三星S22 Ultra的Axinose 2200 可使用高通骁龙8-1的相关计划 凭借台继电4纳米制成的领先技术 耗点量 发热也都更为优秀 打载天玑9000 无疑会进一步提升Galaxy S20 FE 高性价比的定位 不过 即便Galaxy S20 FE 像能有望击败S20 Ultra 三星为了做出市场区隔 可能会如同S21 FE一样 在相机镜头 荧幕方面割舍部分功能 确保旗舰机款仍有最佳的使用体验 至于另一个传闻 三星中端机型A系列 可能是A53 Pro 今年或将导入天玑9000芯片 虽然A系列手机可能不像Galaxy S22 等S系列旗舰手机那样受到关注 但作为三星中端手机的主力军 同样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与联发科相比 高通骁龙芯片成本略高一些 如果是旗舰机型 肯定还要首选高通 但A系列机型 哪怕是地位算是次旗舰的A53 Pro 高性价比的联发科天机芯片显然更合适 至于A系列机型会不会拉低天机的格调 Tiger认为大概率不会 日前三星已经发布了Galaxy A53 虽然配置一般 但价格却高达399英镑 约和人民币3300元起 比Redmi K50 Pro起售价更贵 预测Galaxy A53 Pro的起售价会超过4000元 怎么看也算是旗舰机了 据同意消息人士说 即将推出的手机将配备4500毫安时电池 从电池容量来看 与我们之前在Galaxy S21 FE和Galaxy S20 FE上 看到的电池容量相匹配 而基于最近的型号 A系列的电池容量往往列大 这么看来 Galaxy S22 FE搭载天机9000似乎更有可能 顺便提下 天机9000芯片的成本 虽然联发科没有对外透露或评论天机9000的价格 但据穿价格高达120美元以上 是该公司列来价格最高的手机芯片 另外 天机系列的其他等级芯片 例如天机8100和天机8000 也同样获得不少订单 传闻报价也超过了65美元 而天机1300的报价则在55美元左右 虽然直到今天 三星仍只将联发科的芯片 保留在价格实惠的设备上 但如果天机9000的质量足够好 性价比足够高的话 三星将其安装到自己的标志性设备中 也不是没有可能 目前 除了处理器和电池尺寸的信息外 外与Galaxy S22 FE的消息还很少 这表明我们还需要有一段时间 才能看到它的发布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三星真的能为S22 FE或A53 Pro选择它 联发科的声誉将继续增长 凭借高性能和低价格优势 联发科正在逐渐蚕食高通的市场 即便现阶段高端领域高通仍有差距 但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恐怕用不了几年 就可以在其间市场与高通评分秋色 当然 现在说这个为市上早 关键要靠未来几年 这两家企业芯片的表现 对于这个消息 你怎么看 你觉得三星真的会倒入联发科天机9000吗 欢迎分享你的观点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